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Orang 邱慧甜 可以分享一下你发行这张一笔过后的感想吗 这一张圣女专辑是我第3张专辑 对 然后其实相隔上一张是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张专辑它比我之前的前两张更加的麻烦 和我们会再计较一点 就希望可以把它呈现的比较好 就好像我们在选歌方面 就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差不多接近一年多的时间 对 然后因为一直要选主打歌 大家就希望可以选到一首最适合我的 就是那个性格比较靠近的 然后一直找一直找 其实也不是说橘色人里面的歌库没有 只是他们希望如果是主打歌的话 可以再靠近再好玩一点 然后后来就选到了圣女这首歌曲 然后好不容易六首歌都凑齐了 然后就是进行整个录音啊 然后拍一些MV啊等等的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包装啊设计 其实这些也都遇到很多的麻烦 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名为圣女呢 因为其实我现在刚好就31岁 然后又是单身 然后很多时候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哎 你是圣女 圣下来的圣 其实我觉得有点点没有礼貌啦 然后我的写词人蓝英他又说 哎 不然把它弄好玩一点 就把它这人胜利的胜 我就好啊 这样有点跟大家呛瞎的感觉 所以就用了圣女来做 这张专辑的主打 还有就是同名的专辑 所以期间啊 你个人认为最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这张专辑里面 讨论 讨论 对 因为我们人多 然后就意见也比较多 然后这一次其实我发表的意见 会比上两张来的多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取一个中间点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 虽然说我们没有不至于到吵架 可是就是争论的点会会比较多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你蹦出来的火花 也会相对的比较好玩和多 比较精彩 所以我觉得最麻烦最难的一点是讨论 还有第二点就是录音室的时候 我好像每一次专辑录音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 这样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是怎样的 你希望是什么性格的 呃 其实最主要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感觉 感觉很重要 还有就是顺不顺眼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感觉 你不需要多帅或者是多亮眼 多有才华 我觉得第一顺眼就顺眼了 然后感觉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也不会讲求 呃 感觉第一或者是大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看很多的现实层面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要算是经济独立 所以就你不用大夫大夫 可是大家都是要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到我这个阶段啊 我是希望可以这样子 然后可以沟通得到 然后尊重对方 嗯 然后可以包容到对方 其实算 没有什么要求啊 这样你出道这样多年了 你觉得自己一路以来最大半角色是什么 自己 自己 心理障碍 其实我这个人最惨的就是我很多心理障碍 我每次要做一件事情我就会怕 然后就有很多的恐惧还有想太多 然后这些都是我心理障碍 所以我每一次要做一件大事之间 或者是要有一个新的project 或者主持什么都好 就是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的时候 我都好像要自己跟自己对话一段时间 就比如说如果下个礼拜我要 上台了 我从如果是比较大型的 我从不容一两个礼拜前呢 我就要跟自己说 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我就发生很多经验的事情 就是说之前你也上过这样子的台啊 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要跟很多人说 怎样办 我很紧张 我很紧张 我要讲到那一天之前 我才会让我自己卸下 比较多的心理障碍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和最大的半角色就是自己 这样如果好像里面对压力那些 你通常都会这样子去苏解 很多 都会选择刺啊 还是听听歌 跟朋友这样子 我觉得听歌唱歌一定会 就是你在家里哼哼歌 因为我妈常跟我说 她以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她就说有一个有一个教授啊 她其实她衣食无忧 可是她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陷入一个优越状况 然后有一天她不小心听到一首歌曲 是她好像很多年前听到的 然后她突然间豁然开朗 然后她就唱自己也哼了那首歌 她突然间那个病就好了 不要而喻 然后妈就常跟我说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你就自己唱唱歌 听听歌 其实这点真的非常重要 你应该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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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